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阿里云的王岐宁 今天是由我跟英特尔的怀龙 一起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 是题目叫Model Service Mesh 就是通过Mesh的一种技术 能够帮助我们的用户 去在做大规模的AI模型服务 它的生命周期管理 如何做一些帮助工作 内容大概是有这么几方面 首先是围绕traffic load management 在网络流量管理方面去做一些介绍 第二部分会围绕模型的存储 以及它的加载 如何去做一些提升 后面第三第四方面 是分别从安全 以及AI的workflow的角度来展开 最后会有一个rep up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就是在生成事业 AI或者是大模型服务 这样的一些服务在管理的时候 它遇到哪些挑战 它跟普通的服务管理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这儿呢 我们简单总结了一下 它跟传统的标准的一些服务的一些特征的不同 比如说在传统的这个服务 请求的时候 它的一些请求的数据或响应的数据 相对来说都比较小的 但是在生成事AI里面 由于一些多模态支持等等一些能力特征 使得它的请求或响应数据都有很大的不同 可能会变得很大 另外呢 像一些查询的能力 在普通一个服务管理面 它可能相对比较容易管理 可以做一些并行的一些支持 但是在生成事AI这个领域呢 它是由于使用后端的一些稀缺资源 很多这个查询工作呢 它是依赖于后端一些资源的要求 所以很难做到大量的一些并行的一些能力的请求 或者是需要一定的手段去改善 另外呢 在这个响应的时间也有所不同 比如说在普通的服务处理呢 它可能就是很快的用毫秒级就可以去完成 但是呢 在这个生成事AI里面 它需要的时间就有可能从秒到一个分钟级别 后面其实也有一些特征不同 我就简单说一些 比如说还有这个catch 就是在普通的服务管理面 我们可以一般来说 请求的内容一样的情况下 返回的数据 我们大部分通过开始手段就直接返回 可以提升这个有效的处理速度 但是在生成事AI这一点呢 就变得不一样 另外一个特别是在这个复杂均衡领域 传统的一些Ronald Robin 或者是说一些基于资源利用率的一些 复杂均衡算法 在传统领域它是有效 但是一旦进入到生成事AI或者这个大模型服务领域里面 它有一些因为它一些特征导致它的复杂均衡就变得 处理前却变得不一样 我们需要一些特定的手段去处理 那这二是简单总结了一下它一些特征不同 这一页呢我就针对这个traffic request调度的时候 它一些处理的方式不同来进行展开 大家知道就是说在生成AI或者大模型服务里面 当我们从模型里面获取生成一些文本的过程中 其实是大家在生成的数据里面 每获得一个token的时候 每次产生的token 它会依赖于前面已经产生的token 这就是模型服务的一个叫自徽规的一些特征 正是因为有的这个特征呢 可能会导致在服务一个大模型服务 推理请求的时候 它返回的时间或者说它执行的时间 是变得不可预测 为什么呢 是因为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我在请求的时候 可能请求的字段 请求的science是一样 比如说我给这个模型服务发一个请求 请你告诉我一加二等于几 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他可能很快就会给我答案 但是你告诉他 你帮我写一篇小说 或者一篇什么论文 对吧 这个问题虽然请求的这个内容长度差不多 但是所需要执行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里边也可以看到说 服务这种类型的模型服务 它是跟传统的服务管理是非常大的差异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现有的一些 模型服务的这种系统 它一般是遵循或者使用的是先进先出 first come first serve 的这种机制 就是说先来的请求会优先进行处理 但是一旦先来的请求 它需要花一个时间 恰巧特别需要特别长的时间 或者特别多的资源去响应的时候 那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会阻塞后面请求 这也是业界里面常见的这个header of line blocking的一些 issue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其实在服务 这样的工作负载 AI 工作负载的时候就需要特别去关注的 那么我们也是 针对这个问题呢 也是做了一些探索 那么具体来说 针对这个问题啊 我们也是提出了一种思路 我们就是在 想用 真正去想用请求的之前 我们会 让它去预测一下 真正输出的token的长度有多少 这就是说 那这个预测怎么预测呢 我们会根据一些历史数据 当然可能会结合一些模型的一些特征 根据这些手段呢 这个具体的运行的机制 也变成一个特定的prosy 通过这个prosy来预测 你可能产出的这个token长度 大概是有多少 那之后呢 基于这个长度 我再去做一些这种 流量请求的一些 排队算法等等 这样来去安排这些请求 具体来说 这个图可以看到 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提出一个新的一个 流量请求的这个调度能力 它就是成分了leverage这个token 进行长度的一个预测能力 那这个图可以看到 就是说 当用户发送了若干这个请求进来之后 这个请求呢 首先进入到这个一个request pool里面去 进去之后呢 我们不是像前面讲到 来了请求就会立刻想 二是说 需要一定的手段去 针对这个请求 我会去做一些预测 会看到 它会经过中间这个模块 去做一定的拦截 去处理 预测这个问题 产生的token AutoPro token 大概长度是 是多少 会根据这个token的长度 然后再去结合 其他的一些调度策略 最终的是将 尽量的请求 按照一定的手段 一定的这个优先级 去排队 然后再去完成 这些请求的一个响应 那么具体来说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整个这个 这个请求的花费的时间 它是跟这个 这个token的 token的这个长度 是有一个线性关系 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到 说你随着这个token长度 这里边是用n来 表示这个AutoPro token的长度 可以看到 整个花费的时间 就是这个n的这个倍数 其中他们前面那个k呢 就是每一个token 产生所需要的一些延迟 c呢是代表了 基本的一些workload 一些消耗的时间 总体来看 你会看到 其实token的长度 严重的 或者是非常依赖这个长度 来决定 这个响应请求的这个时间 那基于前面这个讨论呢 其实我们也是在 这个工作负载 这个请求响应的过程中 我们做了一些能力的支持 包括对这个工作负载的 优先级的一个支持 那这里边其实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图 就是我们可以把进来的一个请求 按照它一些优先级 比如说根据请求的一些特征信息 无论是请求所写的的 Header Body 或者是它的来源 等等这样的信息 进行一个分类 能够把请求呢 分成高中低 这样不同的优先级 完了之后呢 根据这个优先级 我再去按照一定的策略 把它直接到目标服务去做响应 或者是说 对这样的请求 对低优先级的请求 做一些延迟的处理 或者一些拒绝的处理 这样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在每一个请求到目标服务中间 我们是需要有一层隔离 有一层代理 通这个代理去做一定的处理能力 然后再去对每一个请求 做具体的响应 那么具体来说 在右边这样的图呢 也就描述了他们里面 具体一个执行的过程 那么这里面第一步呢 其实就是需要 需要对每一个请求 去做一些分类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流量的打标 流量的标记 这样一些手段 我能够对今年的每一种请求 按照你定义的 用户自定义的一些特征 进行分类 你刚才提到 可以用户 完全可以结合自己的业务 进行把这个请求 做一个分类 那分类完了之后呢 其实这些请求 就会进入到一个 一个调度器 然后去把 根据这个优先级 或者是其他策略 去做一些排队处理 那么在这张图里面呢 也其实我们会看到 这里面提供了一个 就是 VT的 File Cure 的Scheduler 那通过这个Scheduler 我可以 把经理的请求 当然它也可能会结合 其他策略 去做一定的处理 那这里面呢 其实 上面可以看到 它我们是对接了 这个基于这个 限流的能力 我会根据这个 限流的 Token Bucket 来决定 这个请求 是立即响应 还是说需要 延迟处理 那这里边可以看到 就是针对 这样的一些 服务能力 我是完全有机制 可以保证 它的优先级的处理 当然对于 这个Workload的优先级 也仅仅是 处理这样的 服务能力的一种 那我这儿总结了一下 我们在产品中 那个提供的 另外几种能力 第一个就是 刚才提到优先级 这也可能是 非常常见的 需要的一种能力 能够 刚才提到了 对 然后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对这个 并发的一个 Congress Limit 我是能够对于 近代的请求 按照一些策略 去做一定的限制 那这些策略呢 可能是 一些全局的 也抑或是根据 每一个用户 每一个group的 一个请求 做一个限制 另外还可以 基于quata的 一些调动能力 我可以基于quata 去对每一个请求 看它是否是满足 满足这个quata 然后决定是否 去放行这个请求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支持了 这种catch能力 就是我们会结合 整个执行上下文的过程中 能够对每一次 traffic request 做一些catch 这样的话 有效地去 避免一些重复的请求 直接到backend service 而是由catch service 去直接返回 这样一些请求 这样的话可以 大大去提升 整个处理 influence 或者这个service 一些响应速度 另外还提供了一个 叫load wrapping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有点像 像这个我们服务的 这个warm up 预热能力 就是说我们并不是 以下的就将 所有的这个请求 全部指向某一个推理服务 某一个服务的目标 而是逐渐的 我会根据一些 就是后端的一些特征值 做一些这个feedback 根据这个feedback呢 我能够逐步的去增加 一些工作复材的请求 到这个目标服务里面去 另外还提供了一些 并发的一些调度能力 总之呢 这就是列出了常见的 我们服务客户的过程中 总结的一些 这种工作负载 调度 管理的一些能力 这些能力呢 也会 也就作为一个 整个流量管理的 一个套件 是服务给用户 另外一个呢 我们还是在 AI 或者这个model service领域 也去通过AI process 或者叫model mesh process的能力 来增强了 就是请求到后端 influence service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 具体来说 它们这些能力 可以分为这么三大类 第一类呢 就是针对请求来的 就是request的信息 我可以做一些transformation 比如说我对你的 这个问的一些permit 做一些润色 做一些这个 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用户也可以 把这个系统呢 可以把用户 发过来的问题 发过来的请求 根据它预先定的一些模板 可以去完善 这个问题内容 相当于是提升 问题的一个质量 这样的话 能够有更有效的 去把这个后端服务的请求 能够做到更好 比如说刚才讲的catch 就是如果严格去 严格按照用户的这个文字 去做匹配的话 可能会就不那么准确 或者匹配的catch不对 但是通过这个潜质条件 我通过这个prose 去做了一些预先的 对request的一个处理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就提高这个catch的命中率 等等这样一些事情 但这里面可能还是比较关键的 是一些拦截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在服务一些 金融领域的客户的过程中 他们是对这个数据敏感 数据与安全特别敏感 就希望对这个请求的内容 要做一些拦截一些 敏感的一些消除 不能包含一些特定的 比如说个人的信息 公司的一些信息 这些信息呢 其实都是通过这个prose 能够进行拦截 去做一定的这个处理 这样才能够把最合理的 最正确的信息 发送到这个目标服务 那这是第一类request 那第二类呢 就是这个response 就是跟它对应 当你返回数据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简单的返回 而是对返回的内容 可以去做二次处理 当然这里面也会 最长远的就是一个 敏感信息的一个保证 能够保证 你的这个AI服务返回的内容 都是合法 合乎这个用户系统要求的 是不能随意 你问他问题 他都回答你 那是不是最合适的 而是需要通过 这么一层能力呢 去进行处理 第三类呢 就是在request 或者response中间过程中 我们是有一种努力 不需要用户去修改 修改这个代码逻辑 而是说通过一个 无侵入的方式 能够去捕获整个调用过程中的 一些Telemetric数据 包括它日志metrics 或是这个推辞数据 这就是可以看到 通过这么一个prosy 能够去增强 整个调用链路中的一些能力 而且通过Match手段的话 也可以做到一个 无侵入方式 这些扩展的能力呢 都是一个开箱机用 而且是一个介入的 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去选择他所需要的 这些插件能力 OK前面这部分就是 关于traffic load的一些 管理的一些策略 那么第二部分就是在 为了模型的存储 或者是加载的一些 这个方面的介绍 那大家知道就是 在加载一个数据 或者以模型数据为例 可能最简单 最简单最常用的方式 就是通过 any the container 对吧 就把数据从远端拉取过来 然后通过any the container 里面去执行一些交本 复制到一个指定目录 这样你的 应用的一些容器 就可以去直接访问 这个数据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常见的一些框架里面 也是使用了这种 这种机制 去拉取一些 模型数据 或者其他类型的数据 这不多讲了 因为比较成熟的技术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讲的 就是利用这个 也是利用Sanacart的思路 我们称之为叫model Sanacart 那这里面是 是利用了 Kubernetes Pod里面的一个机制 能够share process namespace 通过这么一个机制呢 能够让Pod里面的container之间 能够去直接去 可以访问到 对方的这个 文件系统 比如说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当 我们可以把模型的数据 做成一个标准的 OCI的镜像 这个镜像就跟原来的 一个普通的Docker镜像 是 大致是一样的 它只要符合OCI的标准 就可以 那推送到 模型的这个仓库 就是注册库里面 完了之后 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Model SantaCart Container 去从远端的这个注册库 去拉取这个镜像 因为这个镜像里面 已经包含了你所需要的这个数据 当你拉取这个SantaCart Container 拉取过来之后 你是可以通过建一些软链 Simbol Link 去把你拉取的数据 通过建立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呢 能够可以让你的应用的container 或者是你的Model Serving Container 通过这个路径能够去访问到 那具体的话 怎么访问 其实这里面也提供一个路径 可以看到 它是依赖于这个Process的 Shared Process的ID对应的路径 来去定位到这个文件 那这样的话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利用镜像的 镜像的这种预拉取 或者缓存能力 能够让这个数据提前 可以拉取到你的这个 那个节点上 这样的话 在启动这个Model Serving Container的时候 就会变得非常快 因为你的镜像已经在本体 已经存在 那这里面可能也会 大家知道 就是有一定的安全的挑战 比如说你是Shared Process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 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 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 存储的这个Snapshot能力 能够去把我们需要的数据 做到这个Snapshot里面 完了之后呢 再去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Snapshot 能够快速地恢复这样的数据 这是我们比较强调的一个手段 好处就是说 它的就是标准的CSI的一些能力 能够得到一个广泛的支持 当然它可能复杂度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也是存在一定的挑战 那么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思路 就是说我可以去 extend到我们的CSI driver 去支持面向数据的 这么一些操作努力 就是我为用户提供的 不在是生冷的PVPVC 这样一些这项词汇 而是让用户去写一个 自己的CRD 去描述他所需要的数据 完了之后呢 会有一定的controller 去帮助用户把他所需要的数据 去拉取过来 他一会儿是拉取一个对象存储 或者是文件系统等等 就把这样的数据能够 最终反馈给用户的 可能还是PVPVC 但是这个过程可以 大大地去简化 用户使用他的一个复杂度 那用户在使用 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简单通过一个 Label or Notation 就可以把所需要的 这个数据进行挂载 那这里边的话 其实除了前面提到 就是这个 就是有CRD简化这个优势之外 我们其实也可以提供 额外的一些数据惯例能力 常见的可能就是 除了刚才讲了 这个动态的开程能力之外 我们其实还可以去做一些 动态的可拢能力 或者是一些有效的 Snap Shop能力 这些能力都可以作为一些 可扩展的参加能力 对接进来 能够满足用户 更灵活的数据操作能力 下一部分就是 由怀龙来介绍 谢谢心灵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基于刚才说到的 流量管理的问题 那在流量管理和模型存储之后 我们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Security的问题 那Security的问题 我们先列一下 我们把它大致分为两种 两种方案 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我们的Data的Security 第二个是AI model的Security 那Data的Security的不远而遇了 当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我们谈到一般是企业级的 一些Credential的Data Information 这里面呢 可能会包括一些Business Data Private Data 这其实是两个概念 Business Data 它很多聚焦在 这个公司商业业务上的数据 比如我的供应链的 供存销的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我的一些Cost Product的Cost的这些东西 那Private Data呢 就是我公司里面的一些 比较Credential的信息 包括个人的敏感信息 那第二部分就是 我们的Communication Security Communication Security呢 主要包含在 我们的End to End的时候 我们的这些数据的一些传输 比如说我们在请求的时候 我们的原始数据 以及请求返回以后的 一些Response的这些Data 也就是在Communication过程当中 会产生的一些Security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 AI Model Security问题 那现在其实我们的业界有 Open Source的AI Model 还有一个就是Closed Source的 AI Model 那么AI Model的一个 Training的过程是 其实相当耗时耗力 花费比较巨大的 所以对Security 特别是一些商业的 Business的那种Model 它的Security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比如说一些企业 大型企业的商业模型 它是不愿意Open出来的 那这种时候 我们的Security Model 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提起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它的 一个Security Model的 Transport的 Transition的和Storage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Security Model的Runtime 的Serving 就是把它加载在内存以后 不要让这种商业的模型的泄露 那这个里面我们举出一个例子 以RAG的一个Example为例 那么红色的线 这是我们的Hacker Hacker可以在用户 在输入请求Curry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一些数据的崛起 Hijack 还有我们在一些用户 上传它的数据的时候 特别是以RAG为例 上传一些私有的数据的时候 那也会出现一些Security的问题 同时还有我们的VectorDB 也会可能有数据的这种泄露 还有我们的Model ID 其实这张图里面包含了 以RAG作为一个Example 它存在了一些问题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刚才我说到的 并没有完全的包括 所有的Security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的工房体系里面 在AI的本身的训练 和Find Tuning的过程当中 有些Hacker 他会去引导我们的Model学坏 那怎么去Adress这些Challenge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 用TEE 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 那这个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模型 包括我们的RAW Data 和我们的Corpers的这些Data 这些的存储 另外一个人是我们的AI 在训练的时候 在这个TEE里面 然后Challenge的Model 它在Round Time的时候 Serving在这个TEE里面 那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TEE它的作用 是让我们的数据也好 模型也好 在运行 加载在内存当中的时候 它的这个模型 是内存保护的 就整个内存都是加密的 那在这种场景下面 它可以带来我们 解决我们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模型 在Serving的时候 它是安全的 谁也盗取不了 那关于第二 这是第一种存储的 第二种情况 就是我们在 Communication过程当中 出现的一些 Security的问题 那这个里面 我们包含 就是Micro Service的 Security Enhanced 利用我们的 Eastio的 Service Mesh的 这种一些能力 因为我们知道 比如以Service Mesh为例 我们的Eastio的话 它的那种MuteTLs 是模型开放的 那这能保证 我们在Communication过程 用户在发送请求 或者交互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流量是加密的 保证我们的 Communication的安全 还有一些 Athentication和 Athentication 这是Service Mesh 自动支持的一些 Feature 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那这是我们 其实实际上 也是在 阿里云上去 已经运用到的 那TDX 它是一种 TE的Implementation 它的这种实现 其实现在 目前在阿里云上 是一种 以扣扣的形式 存在 它是Confidential Container 那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数据和我们的模型 都在Coco里面 去保障 把它存储起来 然后用户每次去拉取的时候 它需要有个 外部的一些KMS 以及一些Remote的 Attention 来保障我们的 通信机制的安全 还有在数据 在内存当中的 这种安全 大家可以看到 蓝色的地方 都是我们安全的地方 那么 我们谈到安全 就是会有一些Cost 用到TDX这种TE 它会降低你的延时 因为你的内存加密 它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每次处理的时候 它会把内存解密 解密以后 然后在内存里面 去做查询也好 做一些Serving也好 都会用于加解密的一些 带来一些开销 那实际上 基于这种场景 我们选择了使用 那个Intel智强的 一些AMX的技术 就是一些矩阵运算的 一些加速器 那这样能够保证 我们的这种开销 性能开销 带来的开销 是最低的 同时也实现了 我们的Security 那第四个问题 我们说AI Workflow Pipeline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 引入到云元生里面的 一个问题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 AI Workflow Pipeline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知道 LM Serving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 Model Serving 它会包含一系列的工程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应用 实际企业里面搭建的时候 它会包含一系列的服务 比如说我的embedding 我的vectorDB 以及我的一些提示词的工程 还有Data Preparation 这些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整个大元模型的 Model Serving 它是由一组一样的 一堆的应用去做的 所以我们的work pipeline 也很重要 那这里面这些技术 这应用到这些很多组件的技术 比如说LM加上RAG 实现一些领域里面的RAG 大元模型应用的落地 那除此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智能体的运用 还有一些model的fine tuning 还有一些long chain based project 还有nama index 所有这些东西 它就包含很多的组件 所以work pipeline 它未来会是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关键的一个特性 在我们的model serving里面 它并不单一的 只是一个大模型 在那做一个model serving 那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就是首先要一个 既然我们有很多serving 我们就要考虑 我们serving的一个微服务化 一个组件化 除此以外 我们把它做成分拆分的 微组件化和微服务以后 我们要考虑到 它们的动态编排 比如我的一些大元模型的 一些model serving的这种component 它的组件是需要 能够自动编排 而且能够重复的reuse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种 traffic management 在这些AI的workload之间的 这种pipeline去串联 比如我们下面这张图 这是一个RAG的 一个正规的流程 大家可以看到有三种线 一种是紫色的 是一个indexing 就是我们的一些原始数据 包括用户的请求数据 要做一个indexing 那绿色的是我们的 做一个inference的 一个path 那黄色是一个 optional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刚才提到的 组件会有很多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 环色黄色的这一部分 它是一些optional的一些东西 一个gather rail和re-rank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 optional的东西 那这样的我们组件的加入 和加入进去了 或者取消掉 包括一些promoting 这些组件 它的这种灵活的这种编排 灵活的组件的组织 它会是一个挑战 特别在我们未来 未来 那这张图是 取自于英特尔的 一个OPEA的一个项目 也是今年 在那个CNCF 提到的OPEA的项目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 work pipeline 那首先一点 其实它主要是解决一个 Cloud Native AI 和 Cloud Native 加上AI的一个Technology 结合 这会是一个方向 这也是我们AI DevTag的存在的一个意义 也是今年第一次引诸进来 那么 首先一点 我们要把我们的 AI的workloads 做一个Micro Service的 这个微服务化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这些微服务化 既然拆散了以后 我们要高效灵活的 把它编排和组织起来 第三个就是 我们要能够把这些 pipeline 灵活的部署到 Cloud Native上 充分的运用 云计算的那种 资源的scale down up的能力 第四个就是 要enable我们 一些traffic management management的一些 management的一些feature 那那个service mesh 这样的微服务 项目已经能支持 这些东西了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 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GMC 它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那个OPEA下面 一个子项目 那个organization 下面一个子项目 所以它应该会是 一个solution 这是我们GMC的一个架构 我们也其实也分成 数据面和控制面 那数据面的话 主要是 控制面的话 主要是能够 把我们的这个 把我们的这些 微服务动态编排起来 我们的微服务能够 根据我们的YAML定义 把那些组件都安排起来 把它定义好 然后数据面呢 实现我们的这种 组件的这种连接 数据的连接 当然现在我们也能支持 顺序的 sequence的 还有 switch的 有一些condition 放在这个YAML里面去 动态的 在run time run time的时候 就是运行时的 去做这种模型的切换 还有一些 external service 比如我们要用到一些 谷歌的一些search的 还有AWS的 一些外部的服务 好 那下面的这个就是 由信林 做一个rem up OK 那我们快速 做一个rem up 其实前面 已经讲到了 这个RG flow的 一个实现的 solution 那么具体落实到 技术组件实现的话 我们可以称之为 叫扩展的 service mesh for这个AI领域 那么我当然也可以 我们这儿称之为 叫model service mesh 那它的实现 对应的能力的话 就是 左边是 传统的经典的 service mesh的技术 它能够 就是对 跟普通的服务管理 保持一致 兼容 同时呢又增强了 前面已经介绍过的 针对 针对AI服务管理 提供的一些能力 这是左边的 service mesh的这一层 可以看到 data plane这一层 就是增强版的 针对这个领域 进行增强版 扩展版的service mesh 那么右边这一层呢 就是为了满足 刚才可以看到的 RG这些flow的能力 我们能够对service 支持一些 composition的能力 能够 对这些AI的service 能够进行一些组装 无论是按照sequence 还是一些switch split 等等 甚至一些汇合的手段 能够把单个的服务 处理完的结果 进行一定的额外的处理 那么通过这么一种 组装的能力 我们能够满足了 常见的 刚才前面提到 RG为代表的这些应用的流程 我具体落到我们的实现 我们现在是采取了一个统一的 统一的control plane 有一个扩展的service plan的control plane 来支持上面 两种能力的data plane 这是我们作为我们model service mesh的一个实现 可以看到这个case study里面就是针对 前面讲的RG flow的一个示例 这是我们采减的一个generational AI的应用 它是一个chat QA的一个例子 那么对于用户来说 他需要关注的除了部署自己的这些AI service之外 他可能会需要一些服务管理的能力等等 那么用户可能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使用这套系统用户 他需要在控制面去定义 他的服务管理的一些策略 当然也提到刚才说的 这个服务编排的一些规则的配置 对于这个系统的用户来说 管理员来说 他只需要去提供一个描述语言 一个CRD就可以去管理这不同的AI服务 物质的关系 可以看到就是在通过这么一个CRD 我就能够把单个的原子的service 进行组装拼装 形成一个完成一定复杂功能的 这么一套服务组合服务出来 同时每一个单个服务仍然可以去使用 ServiceMesh诸的代理所提供的一些额外的一些能力 无论是安全可观测等等 所以可以看到通过这么一种机制 就能够对这些AI服务提供一些更灵活的 或更强的一些管理 好 我们的内容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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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